昨天内地的金钱会议开始之后就是我们发现他的热点其中一个是地摊的经济的发展 而这一个板块就是昨天立刻的跑得非常的不错 从我的观点来说我觉得话许远持这一类板坏的一个的胜负可能比较明显 但是我觉得能够维持长时间的机会不是太大 最主要的原因现在我看他们会议在强这个地摊经济的这个也不是完全的好消息 最主要他们现在在内部的分歧还是很大 尤其是如何会这个地摊经济去定位能够是最合适 还有如何去监管那方面的能源的排放的问题 而我觉得在过去这一波的会议之后可能这一些的股票就不能够维持这个胜负 因为最主要是上一年这一些股票的走势已经非常的不错 还是现在的股值来说还是不限制十分之便宜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需要量力的而为 谢谢大家